好,今天的下一节的消息的背景就是 华为与孟晚舟被美国司法部加控了窃取商业机密等罪 美国司法部星期四,也就是2月13日 加控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及其副董事长孟晚舟新的罪名 那就是包括窃取了商业机密等 那么根据法新社等媒体的消息 通讯社的消息 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检察官多诺修 就向联邦法院提交了替代起诉书 该法院去年1月对华为及孟晚舟提出了13项起诉 其中就包括串谋及银行诈骗等 当时西雅图法院也对华为提出了另外10项指控 那么根据法新社的介绍 新的控罪就指华为从事窃取美国公司商业秘密的活动 长达数十年 为了发展全球业务 密谋盗用六间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 控罪提及的商业秘密就包括 网络路由器的原始码 手机天线的技术 以及机器人技术等等 华为也被指触犯了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 新的指控还针对华为与受制裁国家如伊朗和朝鲜的关系等等也有提及 那么以上就是相关的背景 这个就是孟晚舟应该是说他们的同行这个根据华为的内部的一些说法 他们一直等待着孟晚舟能够早早返航 但现在看来孟晚舟要走的路还很长 那么这是相关的一个介绍 谢谢 谢谢 的确孟晚舟的未来的道路会越来越长 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欧洲 特别是英国也采取了一个方式 就是有限制的 或者有限度的使用华为的产品 这个话一出也遭到了美国的强烈的反对 在近几个月里英国因为脱欧等等很多事件都在那个国家发生着 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 不过最近美国专门派出了一个代表团 前往英国以及欧洲的很多国家告诉他们 中国华为是如何设置这样的一个后门的 今天在起诉的过程当中 正式起诉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 数度的提交了很多的证据和证言以及证词 来指控华为到底做了什么 其中最让人精彩的一部分 或者是让人看为关注的一部分 是他们是如何鼓励自己的员工 以及吸纳新的员工如何盗取 旧有的公司的知识产权和高科技的一些技术 如果你可以盗取你的竞争对手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先进技术的话 那么华为给予你的奖励 是一笔非常非常可观的一个数目 而这个奖励的数目之大 是吸引了很多人的 而这种堂而皇之甚至公然的这种盗窃 鼓励自己的员工的盗窃 或者是鼓励对方的员工 出卖自己本公司的这样一个利益的方式 居然持续多达 十数年 而这种方式也造成了全世界很多的电信公司 多少年甚至几十年研发出来的成果 瞬间变成了华为的一个基础 这种方式缺乏了道德 但是某种意义上被华为称之为他们成功的要素 就是他们愿意支付更多的薪水 和愿意对科技人员给更多的奖励 当然他们用这样的话语 包装和掩盖了一个盗窃的事实 这一次美国司法部却把它合盘的拖出了 这样的一个拖出 也是再一次将中国的企业成功的模式 或者是近几年中国人认为华为真厉害 你看华为的手机比苹果的都好 华为的手机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可以那样 甚至华为的摄像头也更好 华为的耐电池也更好 华为的一切似乎都很好 没错 很多使用过华为的人也是 我也曾经使用过华为手机 的确是如此 那么华为的通讯 以及在各个国家所建立的各式各样的一些基站 的确速度 网速 售后服务都非常的好 没错 这是一个事实 很多的欧洲的公司是无法 与欧美的公司无法与华为进行竞争 可是后面的事情出来了 手机的确很好用 但是你的所有的信息 那是留于后门的 在过去呢 我一直在问美国 你为什么不拿出证据的 你拿出真实的证据 这是最有利的武器 而不要说呢 华为有危险 到底华为有什么样的危险呢 明镜在数度的节目当中 曾经询问过这样的一个话题 也问过 考问过 为什么不拿出证据呢 当然 美国政府 由美国政府自身的一个原因和他们自己的一个价值考量 包括对整个案件的侦办过程当中的一个考量 他们始终没有拿出来 但是现在 终于拿出来了 而且 每一个确凿的证据和指向呢 都很清晰 而且很明亮 那么像我们刚才讲 手机好用 有后门 所有的信息和数据呢 都是交给中国政府的 是的 他们的基站也很好用 在全世界各个国家 特别是中小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 广泛的在使用 但是他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什么样的角色呢 比如各个国家的异议人士 他们利用华为的网络来监听和监控 这些人的一举一动 与此同时呢 也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呢 他们曾经在伊朗民众的抗争过程当中 扮演了为帮助政府来锁定 和指控 包括提取证据 等等类似的 各式各样的一些方式呢 帮助伊朗的独裁政府 或者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平组织呢 提供更多的资讯 让他们去抓捕和打击异议者 与此同时呢 在其他的国家呢 也依旧在发生着 就在前一段时间 伊拉克就曾经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情 很多伊拉克的民众发现呢 很有趣 他们的国家的军队 保护的最严密的地方呢 不是总统府 也不是总理府 也不是政府的办公大楼 却是一栋呢 通讯办公大楼 原来 这栋档 属于华为 所以呢 很多的国家 或者很多的民众呢 也许觉得自己并不涉及这些 是的 你也许并不涉及 你不是他能够盯得上的 因为你没有斗志 因为你没有反抗 或者是 你没有与他们言论不一的地方 你只是他们眼中的普通韭菜 如果你不是韭菜 你变成了其他的呢 那么他一定会盯上你 而华为呢 就是帮凶 或者是直接的作恶者 伊拉克指称呢 其实华为在推销 他们自己的产品的时候呢 将很多的独裁国家呢 兜售产品的同时呢 他们就在兜售着 他们的特殊服务 比如说 我可以帮你监控 所有你的国境内 范围内的异议人士 那么这一次美国 能否这种起诉 可以彻彻底底的击败 或者是展示出 华为的整个的这些证据链呢 他们到底是如何违反了 全世界的一个价值观 至于是否违反了 美国的法律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它更重要的 我希望美国的司法部门 能够展示给全世界的民众 它是如何颠覆 或者是如何残害 全世界人类 共同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 或者是推进到今天的 这样的一个基本社会价值观的 他们是如何利用科技 作恶的 而他们是如何 鄙视民众的自由权利的 将这一点招式给全世界 我相信华为的最终审判 是所有以每一个寻求自由和言论自由和信息 自己独享和自宗的一个开始 如果民众都在这样去思考和认知的话 我相信华为不需要美国打击 民众就可以抛弃它 也不知道在司法部的这样的一个起诉之下 那么华为会如何的去应对 那么也有很多人讲 华为依旧会采取和中国政府一样的方式 去应对外国政府 或者是外国司法机关 对于中国政府的任何指控 那么有一些分析人士指称 华为的应对的最好的方式 就是像中国政府被指称为侵害人权一样 化为只字不提 或者是在文字上而继续玩游戏 而这一次指控它的不是普通的一个小国家 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权组织 而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 而且是美国的司法部 我相信它很难能够把这一关能够逃得掉 那么至于最后是不是会出现这种利益上的交换 我相信这一次从美国政府 从一开始到现在的所有的态度 和方式来讲 不会 美国很清楚 必须拿下华为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 后面这是我个人观点 谢谢 约哥在吗 对 马先生讲的也很好 那么从微观的层面呢 我作为这个大洋新闻频道主持人 一直在做 就是说我采访一些人 那么我曾经采访过欧洲一个国家的 这个华为的公司的中国员工 那么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了 我就问这个 现在海外媒体 我们所谓的盛销城上吧 所谓的密集报道 指华为手机有后门 您知道吗 这位朋友就告诉我 他说我们内部人士其实根本不太关心 就他个人来说 他告诉我他不知道 那么在我希望能够采访他的第二天 他发了很多消息 应该是日本的通讯社的报道 就是指华为的这些组件 看上去没有多余的一个空间 来做所谓的后门 那么这是我给我的一个直观的感觉 而且我也看到 华为的这个官方的 所谓的员工的这个自媒体的平台吧 一般都是说这个主旋律啊 对华为的正能量的一个弘扬等等 所以可以看出呢 华为内部的员工应该说 用我们套话来说 还是内部的是非常的稳定的 看上去非常的稳定 他们不太介意 不太乐意去关注这些西方媒体的一些报道 但是很遗憾呢 之前我们可以看出 华为对内部员工的控制 这个丑闻 应该是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 但是呢 对于关注华为的 我们这些所谓的 这个对于对华为比较关注的人来说 恐怕我们都非常清楚 华为就像中国的某些特点 所呈现出来的一样 它绝对不是您看上去那样的铁板一块 它内部呢 可能有裂痕 有分裂 甚至有一些斗争 那我觉得华为的员工 可能慢慢也会意识到这边 好 抗转影运就引来了电话 嗯 的确如此 嗨 您好 我们是六度头条 您请讲 您好 你们谈的这个手机的问题 我想问问 美国的iPhone手机有没有后门 美国iPhone手机 是不是也向美国政府通过信机 是不是也代表美国政府监控世界 那么是不是也应该禁止使用iPhone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的华为就要遭到打压 当年日本的这个拍了烧美和和日本的索尼就会在美国畅销 就卖到美国世界市场 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 嗯 好的 我们一定会回答您这个简单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被很多人都在询问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苹果你会担心不用担心它呢 难道它没有开后门吗 的确呢有很多的一些技术人士呢 早就发现了苹果的确是开后门的 而且苹果呢拥有着最终的很多的一些秘密 没错这是事实 可是我想告诉观众朋友们的是 苹果的后门与华为的后门不同 为什么呢 华为的后门呢是中国政府随时随地一个不受管制的中国政府 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去查看你每一个人就像现在我们前两天看到的啊 这位叫什么文亮李文亮医生那么他是通过微信被监控的 中国政府想什么时候知道就能什么时候知道 而苹果不是这样苹果如果有人想进他的后门特别是美国政府 或者任何一个个人他如果想进那是需要有什么样的东西呢 是要有联邦的法院的授权 而且苹果还可以拒绝你进入他的后门 那么有人就在问 那么苹果自己如果进去作恶怎么办呢 那就有法律来看管他 不容许他私自亲自进去 这就是一个不同 似乎都有后门 但是呢 你们家的后门呢有些人的后门呢 是只有几个人必须要有手续和法律支持 才可以走 而中国的这个华为的后门 是谁都可以进 您觉得这个区别大吗 难道仅仅是都有后门 为什么只限我不限他呢 后门的人都可以有 就像防火门一样 都可以有 但是不是你随时随地 谁想进 贼也能进来 什么人都能进来 这 就不是后门 这就是一个烂门 这就是 华为的后门与苹果的后门的不同 这就优如前两天 很多中国人都在讲 美国都死了上万人了 美国人数千万都感染了 你说我们中国武汉肺炎感染的几个人 你要抄抄什么呀 这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原理和道理 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不能明白这一点 特别是打来电话的这一位 也已经不是第一次打来电话了 我相信今天的打来电话的呢 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的拥护者 或者是伟大领袖的支持者 我能从你们的话语当中听得出来 也许是我多想了 不过我想告诉你的是 逻辑的分析和事实的陈列 才是最重要的 昨天晚上我们和 我和胡平先生做了一期节目 胡平先生在最后的节目当中 也就是今夜很震惊最后的节目当中 讲到了一句话 我们东方 最缺乏的是讲理的文化 因为我们的历史书籍也好 我们的历史典故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很多所谓的 甚至经典了也好 都没有一个很少能够讲述 如何去辨理 如何让人有逻辑的思维 如何把理能够讲得清 从来 都是理不明的 一个文化 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之下 或者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之下 真的你让很多人能够明白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你好 马居先生你好 马居先生 再问你个问题 如果美国人说 美国政府说 人如果放屁有五种味道 那么你是不是会相信 不仅仅是一种味道 就是说 如果你那么相信美国 我觉得您可能已经专到他的 后面了 您可能闻得比我还清晰吧 因为我们一般是理解 人放屁都是有臭味嘛 但是如果美国人说 他有五种味道 你要相信我可以分析这个五种味道是什么样的味道 那么作为您来讲 是不是也相信美国政府 或者是美国科学家所说的话 谢谢 您为什么 那个 是这样的甜美的言论 想问了 什么原因造成了 你有这样的思想根源 多谢 我们这位网友 就是刚才打电话问的 那么他关于说出来的那个气体 因为我们不能够在这里去讨通那样的气体 虽然呢他可能是比较喜好这样的一些味道 但是的确呢对于我们来讲呢 喂 您好 您好 您请讲 我听了刚才那个打电话的那人 我很气酸 他就是一个臭流氓 这是 狗混混 胡小玩 胡罗八道 还是他们五种屁股 那五种屁股都是他发出来的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来电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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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谢谢 不客气 喂 您好 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网友也打电话 我看来就说这个问题好像不用我回答 我看看这位观众有什么样的观点 嗨 您好 欢迎您的来电 你好 我 我想对刚才那位 毛粉 还有这个 他的言论 我想说两句 这个人 呀 我 这个洗脑 他洗的事 我觉得是被共人当洗脑洗的事 已经是 记录到基因的水质程度了 他这个 说这个用很 污辱性的语言 我觉得这个就不谈了 这个素质不谈了 从他的观点 我来 我来谈一谈我对他的观点那个 不同的观点 这个美国 这个是个什么国家 他清楚不清楚 他不清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国家 他也不清楚 他这两点他没有搞清楚 他就是说缺少基本常识 美国 美国 我说一句 历史是证明的 咱们谁都知道的 没有美国 我们现在交流用的是日语 是的 为什么说呢 中华民国 政府 美国 党总统 抗日的时候 苦称待变 就是希望美国要 干涉一下 知道吗 毛泽东 他们敬爱的毛泽东 也是 希望美国啊 回到美军 这个军事角度 到延安的时候 横红打的是什么 打的是欢迎我们的友军 友军啊 我们战友啊 知道吗 是拯救你来的 苏联 当时跟日本是 他不参与的 他就承认了 承认了满中国了 知道吗 美国为什么 为了你 不承认满中国 你知道吗 一直不承认满中国 他为了什么 为了 为了什么 帮助你啊 就从这个 庚子 庚子的赔款 庚子的赔款 1900年的赔款 人家都拿着赔款 很舒服 没有美国 退出一部分 都多了 退出一部分 盖的是什么 盖的是 盖的是 学校 这个 还有这个叫什么 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是什么 是仅仅是艺术医院吗 这个传教士建了很多医院 那么中国所有的医院 我建议这个人看一看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协和医院室 这个美国人 就这些 他是为了什么 为了建立你们中国的医疗体系 你们现在所有的中国医疗体系 全部是按照这个美国当年人种的 我们不是培养一个医生 我们不是培养一个 就两个人 什么 我们是为了中国的教育 这个医疗体系 所有的这个 设备 设备资金 都是最好的医生 最好的设备 按世界上来给你的 你知道吗 而且我们现在北京大学也好什么也好 燕京大学哪来的 哪来的当年 对不对 他搞定了美国 美国要不出 蒋介石 说在日本人后来就说了 我们如果 不打美国 中国早就赶掉了 知道吗 为什么说呢 是吹牛吗 15年投降之前 1944年 日本都快 都快完蛋了 发动一个1号作战 这家伙快打到你 独山懒着了嘛 就不要快 快灭亡的日本 打到你这个冲动了 行 谢谢您 谢谢您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讲解 谢谢您 喂 您好 您好 马先生 您好欢迎您的来电 您请讲 我跟你说一下 刚才那个打定来的那个是 黄美都是司马郎 他现在住在美国 第一天到美国的时候 头就被电梯给人家夹了 出院了 然后他还一直跟人家说 他说黄美是工作 住在美国是他的专国 这个人太无耻了 非常地无耻 我们其实说来说去啊 刚才那位先生打来电话的那位先生 关于几种味道的呢 其实我想有一个说法 呃 我们看到有很多网友呢 都在给我出主意 我不用理他 或者我应该问他什么 真不愿理他 他这个人说话 是没有逻辑的 黑的就给你做成白的 白的做成黑的 对核心问题呢是 他说的关于后门与后门之间的事情 我们呢在讲的是这个 但是呢 他很容易呢 将这个后门联想到呢 他自己的 下体 因此呢我们也就明白了 像这样的网友的来电 或者是他的所有的问题 真的是 这是很无耻的 在国内的话 老师觉得自己变才很好 跟出院员的 跟其他呢 他是跟国内 是跟 玩兜子一起的 这个人很无耻的 不用去理他 谢谢谢谢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谢谢谢谢您 哦 电话这会儿很多 我发现我一收到攻击 很多网友就来电 表示支持我 哎 您好 哎 您好 喂 您好 您请讲 好的 我想大概刚才您谈到的这个 手机的这个后门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从技术角度来说 就像 这次这个武汉这个病毒一样 从技术的 技术角度来说 现在中国的技术 跟美国已经是很接近了 也就是说如果 华为能够做到这个 留后门的话 这个苹果应该也能做到 但是从技术上 这里就涉及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技术和价值的问题 技术本身 是中性的 嗯 你可以拿来 造福人类 也可以像这次病毒一样 来 来这个 来维护人类 对 那么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技术 技术掌握这个技术背后的这个 它所代表的这个价值 是有什么样的价值 我们都清楚 华为是 基本上是中共的企业 那么它是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服务 那么中国国家本来 中国 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 但是很显然现在中国政府是在 在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上越走越远 那么它就像这次病毒一样 它维护世界的话 那么如果你让华为的这个技术能够为这个价值再继续服务的话 它可能为维护世界的这个 所造成的危害可能会更大 这就是为什么 所有的美国所有的企业 包括日本企业 就像刚才那位先生问的一样 这个 这个索尼什么 什么这个 这些日本企业为什么美国让它进去呢 很简单 他们就是 他们是为了挣钱的企业 他们的所有的价值跟美国的 这个企业的价值一样 它是 仅仅是为了挣钱 但是中国的企业不一样 它 它背负着一个 所谓的民族复兴 但是实际上民族复兴的背后 它实际上是被一个 利益集团所 所控制的 一种 这是一个洗脑的 一个说辞而已 实际上它这个背后 它代表的是一个 一个 一个这个 就是说这个 反人类的一个 价值 所以 所以这个 我相信美国的社会是绝对不会源于像 华为这样的企业 和这个中国其他那种 代表作为中国国家利益的企业 在这个市场 来竞争的 是 这是我的基本观点 谢谢您 非常感谢 我们的网友在逻辑思辨方面 都是一个比一个强 包括对于事实陈述也是非常的强 特别是在最近的武汉肺炎过程当中 我发现无数的网友 其实非常清楚很多事实的本质 那么对于刚才的那位从华为和 苹果的后门可以立马联想到自己的后门的这样的一个 观众朋友们来讲 我们明镜可以展现您的观点 但是希望以后 不要那么轻易的将嘴巴的事情 决定我们就会有发生的 那么让我发现 środ君亢队的 让我们先进入